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Automate,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進化 各位呢,現在所看到的是這張The Center的地圖,老頭全部都重置了 為什麼老頭要重置呢?因為看到這個影片鎖圖封面應該都知道 老頭又把普羅米修斯的這個模組給裝回來了 那這次為什麼老頭要把普羅米修斯裝回來呢?除了更新的之外 這個版本已經是不再更新了 作者他已經親自在這個模組的標題,模組的名字後面刮虎 顯示 不再更新 所以說呢,這個已經是普羅米修斯的最終版本 那麼呢 然後你看到這個蓋出來,居然有一隻劍靈的 靈族的人物在前面 這是題外話,這不是重點 然後呢,就是因為這是最後一個版本的關係 所以說老頭呢,就是想說好吧 既然是最終版本不會再有了 這是V5版 V5版 不是什麼V6,V7,V8 什麼V6,V7,V8好像是別人亂搞的吧?這個我不太清楚 總而言之這個版本應該算是最初始的版本啦 就是有點類似像正統官方吧 應該是啦 就是完成度跟這個 可看性會比較強啊 想必之前有玩 有看老頭玩普羅米修斯,大家都知道後面那些 嚇拍那種大型恐龍之類的 大概應該多多少少 這個系列可能會有重複 不過沒有關係吧,老頭是想說把他當作一個重新體驗的心情 因為畢竟老頭真的有點忘記以前那些系列 那我應該是說老頭已經忘記了以前普羅米系列老頭到底在幹嘛了 我全部基本上不太記得了 我只記得有一隻進化很大隻的猿人 其他不太記得了 好不好 總而言之呢,我們這一集 就是呢要稍微探索一下 我們要摸 稍微摸一下說我們這個普羅米修斯到底多了什麼 以及就是 呃 變化到底有多少 然後你看老頭現在這邊非常多的這個相關的建築物喔 那這些建築物其實很多都看不懂 像這個什麼歐的是什麼 看不? 老頭用這個指令把他全部一一叫出來 來我們看一下這把劍 這把劍沒有意外的話 他好像有一個功能是 製作一些 呃 泰克的裝備是不是 沒關係 把他放出來 就一把劍厲害上面 超屌的 喔對啦 泰克建築啦 唉沒有湊 果然沒有記錯 啊我們就一個一個先把他蓋出來 啊算了先看好了 啊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最基本的普羅米 啊普羅米潘朵拉盒 啊你會看到他這邊 多了這些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他上面寫說可以用來合成物品的水晶核心 然後這個是吃了之後會立馬補滿血嗎 我還記得 然後這一個是 好像會生產什麼來著的 我記得有一個叫方舟工廠 是不是在這裡啊 哎方舟工廠是哪一個 啊對這個 他這個會無限生產大量所有物資 但是要汽油 其他三個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呢這三張藍圖老頭之前也召喚過了嗎對不對 啊有沒有跟以前一樣我就不曉得了 建築物這邊也有 還有還有什麼我看一下啊對這些工具剛全部都召喚出來了然後這邊有那個附贈的skin跟之前一模一樣 然後這是應該是大量生產蜂蜜可以產出蜂蜜 然後他們這邊會有一些些許的中文翻譯喔那這是什麼東西啊 他這個這次更新還多了這個副本 有沒有 每隔十分鐘會產生首領共兩百波這個我還蠻有興趣的不過這個之後再說好不好 就是等我們恐龍比較強的時候有一些恐龍可以帶進去的時候好不好 無盡之戰這個這個好感覺好特別喔 喔好無盡之戰簡單 喔在有限的空間裡面一波一波的敵人攻擊你 此劍植物摧毀後即可停止產生更多的敵人 這有點類似像手塔的概念好有氣喔 沒關係到時候在玩感覺很好玩的樣子 喔然後這邊有什麼 喔你可以在這裡進行賭博你將會有機會獲得一到五千的獎金 這個遊戲的錢有用嗎不知道 喔普羅米修斯音樂盒 喔工坊 然後這個是商 喔原來這邊賺來的錢你可以在這邊購買東西喔 現在還多了這個鳥鳥東西就對了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那個嘛泰克裝備 呃泰克建築 啊這是什麼 啊我知道這個什麼 這個很恐怖 很恐怖不要問 沒有啦 就是一個魔法魔法盒啦那個魔法陶瓷瓶 啊魔法陶瓷 瓦 喔魔法陶瓷瓦 他呢可以召喚出各種強大非常強大的生物 啊這個是什麼 玻璃金屬建築 你好不好奇 沒關係我們一個一個蓋 好不好 反正都已經最終版的 啊咱們最終版的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擔心跟不更新的問題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這個 質量很高啊 有沒有看見 哇塞 哇塞 啊他後面還多什麼 哇靠 欸 這什麼東西啊 Metalman 普羅米什麼人 Metal是什麼意思 麥特人 麥特人 Metal 死神boss 等等 我們那時候好像沒有這兩隻是不是 剛開始只有前面這六隻 欸前面這六隻就已經很強了好不好 拜託的前面這六隻就已經很強了 後面還多這兩隻啊 有得玩了 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到底是什麼 old 他寫old 這是香蜜花哥 裡面什麼都沒有欸 難不成 他就只是 長哭 他長哭 可以放一百個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 而且還兩個 重點是這兩個是一樣的嗎 好像是欸 欸 欸 這邊有 這製作方塊用的 啊這個勒 為什麼 算了 那這個把它剪掉好了 呃 我們把另外一個 蓋到這邊來好了 這個是空的 然後這邊寫 普羅米 魔方 製作台 好 普羅米魔方製作台 這是什麼東西 靈魂寶珠加龍珠 使用之後可以召喚 好 我們再一下 麥花哥 Monster 什麼怪物之類的 這個應該都跟之前一樣啦 不過老頭應該還會再試一遍 因為 畢竟有去 做很多更新嘛 所以說那些恐龍他的數據 以及他的外觀 以及他的這個招式 可能會有所不同 好我們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然後這是音樂盒 超級沒有軟用的音樂盒 說真的我應該是不會拿來用就對了 然後這是什麼 喔又是你 好沒關係 剛好這個這一片大海很適合給你放這個有的沒的 好不好 就決定放這個地方了 來 登登登登登登 那裡面東西應該一模一樣吧 應該不會有什麼改變吧 跟之前一樣吧 的確跟之前一樣 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啦 對啊 趕快 我忘記關臉書了 Bot10 對啊 沒有什麼變耶 而且他們都比我大隻耶 這到底是幹嘛的 超級不知道 等我一下 我關一下我的臉書 好 OK 他有什麼我看一下 我覺得我們這建築介紹差不多就快要 快要結束這一集 不管了 今天我就是任性 一個一個 搬出來看就對了 少給我蘿莉七八說 他說這是玻璃建築 玻璃的建築 好 只是變灰色的鐵而已啊 然後這是賭場 賭場 ㄟ 賭場 啊我要怎麼賭 我不懂啊 普羅米金 普羅米金幣 Good luck 普羅米金幣500個 喔 看你賭多少 啊他是隨機的就對了 然後晃來晃去都在晃什麼東西的 好不管了 普羅米建築 然後呢 我們如果贏的話會有商店 哇靠這個人好恐怖喔 OMG 我把他蓋這裡好了 好剛好可以直接賭到錢可以拿來購買 你可以不要長那麼 恩好 這不是重點 走開喔 可以賣什麼啊 呃你們的普羅米恐龍 什麼東西 Fighting 雷電 就是 賦予屬性效果是不是 這是進化用的材料吧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就是 像是這個應該是讓肚子餓的藥水 下面的話大量經驗品 可以買經驗品 黑珍珠可以從這邊買 普羅米的毒元素晶片 好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還有沒有我來看一下 呃這個超級熔爐有需要嗎 啊這個盒子我們已經有了 還有什麼東西 欸好像都沒了欸 哇這好小喔 感覺很屌的樣子欸 那隨便燒可能上千個有沒有 好了沒了 這就是目前普羅米所有建築的樣貌 好吧 我們現在剩下的時間呢 啊我們就趕緊去找一下外面有沒有什麼新恐龍啦 啊 這一次呢 更新之後 多了很多新的恐龍被改造成普羅米喔 那我們就一探究竟看一下到底多了些什麼 那我已經忘記 要怎麼馴服他們了 沒關係 反正呢就先看看再說吧 到底有沒有 喔 喔 這什麼 金玲龍 普羅米 哇 好屌喔 才剛來就一隻站在我們傳送門面前 這麼的好康啊 啊這到底怎麼馴服 哇 欸 金玲龍模組可以做得這麼的溜欸 欸這金玲龍是不是有點胖啊 這是中年八幅金玲龍嗎 他野生可以抓 唉我們直接一槍讓他入魂好了 沒辦法 有 哇居然可以在這個 方舟裡面 親眼目睹金玲龍的存在 啊 他的臉吃土了 夾頭啊 不要吃大腿肉 啊 他是要吃這個肉啦 我突然想起來了 他們普羅米有他們普羅米一套的餵食方式 啊然後有兩塊大腿肉變了普羅米 恩 啊做啊 做一個 這樣不對嗎 再一次 喔要自己按 欸 他這個 他那個是不是當機啦 欸 他怎麼只能做一個 我剛才寫製作全部 他只給我錄一個出來 那我們直接輸入六三呢 六三 還是只能一個 他這個地方沒有做好 欸 哇 脫子 欸 媽 你好嗎 幹 老師 你不要殺出成小精 走開啊 你你的秀 好我們直接給他吃一塊看會不會起來好了 啊 我們做三個嗎 吃 啊一個就起來了 超棒 超棒 可是他這好容易壞喔 這邊 三分二十八秒放上去 他又把吃掉了 哇靠全吃 是有多餓 那這樣如果我們給他吃一般的勒 不太對吧 那他不吃這個他是永遠就肚子餓了 他永遠肚子餓啊 那我 我不能從他這邊做 等一下我怎麼辦 他不能取消 製作一個 我覺得這是bug 有沒有動 有了 我看他這邊還自己做 好好沒關係 那我肚子餓了 哈哈哈哈 來來來先吃 然後我這邊有沒有多餘的傳送裝置可以給他 看來是沒有 還是我們自己做好了 這個應該是 這裡 不對這裡 嗨 我沒有水晶跟金屬錠 小尷尷 小尷尬了 這要怎麼辦呢 金屬錠跟水晶在家裡 喔這飛超快的 你過來 有 算你四項 我們準備要飛翔了 要起飛了 你知道嗎 哇 哇 還有泰克安 哇 只有一個而已 我已經忘記這個泰克安的來歷是什麼了 當作出體驗 來 起飛囉 喔 喔 耶 我肥超快啦 左劍 他打我居然0滴耶 他打我居然0滴耶 在空中不能攻擊耶 他這隻在空中不能攻擊耶 C劍 C劍沒有P用 X劍 右劍是魔法彈 他在空中只能魔法彈 然後不能左劍攻擊 哇 有毛搞仇啊 這個範圍 這太 哈哈 欸 血好多喔 這個太詭異了吧 攻擊力成長慢啦 喔 不過我覺得可以啦 我真的覺得可以 欸很強耶 右劍 這個AOE真的是有點扯啊 蛤 毀天滅地術 誰捏 而且飛飛行速度也非常的優秀 這什麼 普羅米普羅米鐮刀龍 哎呦這麼酷喔 普羅米鐮刀龍 哇靠他動作好快 他動作很快 可惜我不能在這個上面拿著槍啊 nice play 來來這個趕快給他吃肉 哇塞 普羅米種爪龍 好酷喔 這個 大腿囉 不吃 完了我知道他這怎麼了 我們自己做吧 這個一個就可以了 通常一個就可以把他帶走了 起來 起來 來 我們是不是要給他安呢 沒有錯 這個要安 等一下 居然有普羅米鐸鐸鞍 哇 連這個都有鐸鐸鞍 我們可以騎 鐸鐸鞋 死給 死給 喔這我們 泰克中爪龍 酷 只是把那個頭放在上面而已啊 蠻屌的就是了 然後呢 他一樣是可以進化喔 跟以前一樣 看是你要進化成雷電型態的還是進化成火焰型態的 好不好 到時候再讓他進化好了 一般爪急 發下去三千多 半挑 半挑啊 喔超強的耶 很少千軍 原來是真三國無雙 原來是無雙蛇魔 等一下 幹什麼發光 這是普羅米 普羅米 這家伙是普羅米 有把他打死了 好喔 剛沒注意看 很少千軍 好爽喔 感覺還是 越來越 還是 還是裝這種類似進化的這種模組最好玩了 有沒有那種感覺 好吧 算了 我們先回家 好不好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喔 那後來後續發展應該會越來越刺激喔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還蠻令人期待的啦 我不知道各位期不期待喔 反正大家今天就是先這個樣子 那麼呢 下一集 沒有意外應該也會盡快推出吧 所以說大家不用擔心 好不好 那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最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下方留言 以及就是 關注老頭的Noralife 就是在這個Noralife上面輸入這一串數字 然後進去之後呢 按個追隨 追蹤這個老頭最新的動態 而且老頭呢 都會在那邊做直播 所以說有興趣可以過去看喔 好吧 那麼今天到這裡啦 我們下一次方舟普羅米最終版再見面了 掰掰 掰掰